记者许世颖台北报道 66岁的金马影后徐峰今年获班金马终身成就奖 校说刚得知获奖时以为在暗示他该退休而有点心慌 但他转念一想 这么早就给我 起码不是主着拐杖 坐着轮椅 是可以走着上去 非常感谢金马执委会 他经提到2004年丈夫促士 接受经营汤城集团 贪言对他来说非常不容易 更透露有自杀念头 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住徐峰 媒体查序 记者宋志雄社 徐峰2004年丈夫过世 因为儿子年纪上轻 让他罹患犹豫症及恐慌症 犹豫症就是会有自杀的念头 恐慌症是随时都很害怕 由于当时他还得带领整个集团 每天上班前都要自我喊话预备 CAMERA怕面对员工时被发现 病得很严重 直到2007年到巴塞隆纳旅游 看到高地的建筑深受感动 人家200年前就盖出这样的建筑 我还在这忧郁 后来就被打通任都二脉 他说除了看医生 身边也有不少好友及亲人陪伴 让他走出伤痛 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主曲风 媒体查序 记者宋志雄社 他曾两度获得金马影后殊荣 之后退剧幕后 这几年武力监制电影 但行也宣布明年下半年将付出拍片 不过演出人不考虑 我已经没有那个影了 而且我出现在大荧幕上会下 到巴也因为儿子都大了 他打算明年开始将公司交给儿子打理 自己则开始监制电影 至于新生代演员 台湾的他点名赵佑萍 觉得他应该要有更好的前途 但会不会想合作 还是得看角色适不适合 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主曲风 媒体查序 记者宋志雄社 自由电子报关心明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社会处处有温暖 一定能渡过难关